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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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金哥们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收看《千锋府台》 我是Sam Lee 这几个月在台湾的政坛 在为中华民国体制内的一些选举 已经搞得大家沸沸腾腾 千锋我个人一直思考 该做什么节目才对台湾 FOMOSA这块土地有所贡献 后来我碰到一位朋友 就是以前他成立一个沸边社 以前我们曾经到他的公司去访问过他 你们还记得 我们专程跑一趟 他有几个演讲 我们也去专程去做报道 就沸边社叫叶博祥 他是一位老资哥的媒体人 如果老资哥 请他来自我介绍 叶兄你好 麻烦你来自我介绍 千锋电视台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叫做叶博祥 有在台湾人家都叫慧边社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录报 写这个社论 还有一个观察站 观察站这个笔名就叫慧边社 因为刚开始呢 他是这个江春兰 司马文武的病名叫慧边 后来呢 他在阿边政府以前 走去做这个国安会的这个委员 做到这个副秘师长 然后我们保持开会的 用这个慧边社来期待 所以 因为我是做中资筆 所以 很多这个里面的文章 都我下来很多了 比如说 陶爱星有七天 我可能个人家才四天 后来呢 虽然台湾日报停刊了 因为这个民子电台 广播电台 中天坤和阿星的这个节目 他叫我每天讲解一个时事 差不多十五分钟左右 那时候 因为他说 用这个笔名 大家会比较好奇 所以后来就用慧边社 这是这样的这个典故 你也当过台湾日报的主笔吗 我台湾日报 我是为这个副总编辑 钻事委员开始做 做到副总编辑 后来又担任这个总组笔 总组笔后来执行的 就是除了看稿之外 就下这个受认和这个评论文章 是这样的 好 各位乡亲的朋友 就是有一次跟叶薄翔 叶兄 跟他深深的讨论过以后 我发现他脑袋里面 对于台湾这个政治的走向 哇 那像一部国历史 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成立 都是由默默无名的英雄来建立的 不是说你在台上看到那几个名嘴 对啦 或是那些人建立国家 不是的 好多是默默的无名英雄 那牺牲自己 那我们从原来架牌的中华民国来看 他们的成立 花花光烈士 那几个有人 有谁会认识他吗 没有 也是默默无名英雄 到现在为中华民国这边来的时候 这些人通通没有了 那现在看到国民党这些假的东西 一天到晚跟中共来往 所以我就跟叶兄讨论一下 他给我第一个提案 他说他想做一个节目 搞台湾英雄会 我听到说对喔 假如他来给我们加持的话 由他个人来主持 那他的节目呢 我们都没有干涉他 由他来发挥 这样的话 可以把台湾这些默默无名的 无名英雄 一个一个挖出来 这样子会累积 我们台湾的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在这边 不过我要请教台湾问题 叶兄 你用英雄 英词干部 我们用中国字 英词就杂伯金啊 杂伯干部 这个英词就是女英雄 所以英雄这个含义 其实有蓝英雄还有女英雄 因为这个汉字的文化 有时候这个涵盖面是非常广 所以我们英雄也包括蓝的英雄 你都英雄 好 那你打算怎么来主持 你那个台湾英雄会 带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示 这个喔 那个 武汉这个 我们这个台长聊天的时候 他提他有一句话 让我心里非常震撼 就是说这个千鸿 是台湾人的头脑 是 对 因为这时候民事工 都自称是台湾人的眼睛 对 但他最近白内障了 或是说蜜酒脱汤 这个眼睛的功能已经萎缩掉了 等到他恢复正常 我看也瞎掉了 也是判瞎了 也是朦朦朦朦的 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这台湾人的眼睛 如果瞎掉怎么办 至少要有台湾人的头脑 头脑的话最清晰最坚定 眼睛瞎掉了 我认识很多好朋友 他们其实都是眼睛有肝胀的 可是他们有时候 我看他们出去的时候 他们走路其实都比我还有方向感 因为他们的台湾的这个头脑 非常没有问题 而且脑袋有台湾低度 你讲的这个台湾头脑我蛮认同的 第二个你说要上台的时候 搬来前来台湾的时候 有想说要接下来的比较 那个主名度比较没有那么高 也不喜欢做秀 但是喜欢时时待在做事的人 来上一个节目 这个和我就是感到心有七七烟了 所以我们叫公共嘛 公共 公民共有 因为我认识很多人 你说他们很多话要讲 可是老实讲他们没有平台 你说叫他们拿一个手机 来弄一个自媒体 有的人个性比较 他会觉得像神经病一样 自言自语 他不习惯 所以我们弄一个公共的平台 让大家可以来讲一些话 因为我采访四十多年来 我认识的台湾这个民族活动 其实都是一些很多的无名英雄 包括收音界的 包括很多善机在各行各业的 因尽心计论 把这个台湾的民族推动得成功 可是他们不求名也不求利 对 但是我发现这几年来 我翻开这个记事本 要去找他们 其实他们都过十年了 很多人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以前就一直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 是不是来写一些像你 像这些甘草人物 或是说这些无名小子 他们在台湾打拼的过程 其实他们见证了台湾的民族运动 到底是怎么样 可是呢 可惜 可惜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这种公共电视的平台 假如那时候早二十年回来 那他们影音现在都还在对吗 都看得到 听得到对吗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平台 大家有话讲不出来 对 所以我看到很多从事摄影界的人士 实验说医生都是从事这个民族运动 可是最后都是失质 对 对 对 结果我摄了很多人 每天晚上都是喝酒 没有酒他喝不下去了 因为他精神麻痹 比较好睡觉 不要看到这些有的没有 还有奋斗了这么几十年 结果台湾还是一个梦中的国家 没有办法解脱的一天 所以刚刚这个黄法老前辈常常讲一句嘛 就是说到了八十多岁 甚至有的五六十岁 就开始这单戏你知道吗 就是等看看哪一天沿河网要来找我 还没有来找我之前 我就用酒精来麻痹我自己 但是这也不能批评这些人怎么样 而是说这个整个社会时空背景 并没有给他们一个 真正好的一个平台去发挥 或是说也没有让他们 对社会还有对历史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但是这些人就是非常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一个朋友 他在做那个花蓮 用那个花蓮液做成这个钢笔 叫做台湾易钢笔 但是一辈子都奉献给这个台湾的民旨运动 甚至去给人家当那个司机 那个基金会当司机 可是你知道吗 他老婆后来和他弄得很不好 一个在高雄一个在台北 他老婆就常常嘲笑他嘛 说你这样一辈子 为了民旨 民旨在打拼 你为了民进党在奋斗 你在当志工 可是民进党执政以后对你 他就跟我说有一个 有一个后来当当总统府的秘师长 不是现在的啦 不是那个现在那个 而是以前阿扁执政的时候 曾经跟他买过几支的钢笔 送给外宾 此外就没有 所以你说这种人他会不会觉得说 不准 所以我就说最近我看的网路也是 我常常也发布的一个消息 就是没有一个礼拜里面 有两个我的朋友 都是从政媒体界的 一个叫林永佩 他是台式的这个新闻直播 他来这边上主持过两次节目 对我有看过你播嘛 他死掉六十次头 很有才华 然后还有一个更那个 那个陈嘉杰他是民事的记者 后来跑去这个办办办办公室 结果呢 他现在死掉了四十九岁 我po的这个消息 很多人都讲说他为什么死掉 因为他不得志嘛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其实很多 都这样愿意为台湾奉献 愿意做事 可是没有一个平台 我觉得啦 我们这个平台如果真的有做了 做起来了 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那个 那些朋友 他们有一个舞台 他们就 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 就不会说整天 好像在等死一样 就是这样 我是觉得非常感刺很深 那最后一个多多请你帮忙 没有 我是希望海内外 能够了解就是 台湾现在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嘛 我们其实台湾人要有一个媒体嘛 从这一次我们皇法老前辈 要结识这个活动 老实讲 如果今天台湾意识的这个媒体 如果能够有一个真正运作的 这样一个平台 这个应该是会形成一个社会风潮 但是到目前为止 就是我们千锋公共电视 重视这一件事嘛 这其实就是不过的啦 所以我是说 这个整个社会力 应该要吃来啦 甚至说台湾的媒体人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应该也要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 那你刚才讲到皇法 那你是不是透露你第一集 就是要讲皇法更新 还是保持命命的 第一集 当然也没问题啦 因为老实讲 整个媒体 我看到现在整个媒体的 都和这个社会风潮有关系嘛 社会风潮会带动整个媒体的崛起 我也希望皇法这一次的这个 崛起的视线 如果这个民事这个台湾眼睛 它视而不见 不把它当一回事的话 就由我们千锋电视台 这个台湾的头脑 来加上很多支持方法的这些 大家来齐心共策 对 来把这个千锋公共电视这个平台 能把它打造起来 是是好 今天真的很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 各位想听会呗 台湾的头脑是每一个台湾人 都基本具备的头脑 希望都在这个平台都能够有机会 让大家来讲述你们的看法 你们的做法 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未来人的期望 所以台湾的头脑就是属于 每一个台湾的公民的 不是台湾人民喔 是台湾公民的 所以我们这个电视台叫做公共电视台 叫公民共有电视台 换句话说 这里面所有的资产 是属于台湾全体公民所共有的 虽然我是一个唯一的独资者 我东西丢出来了 就希望你们来用 你不用就是浪费 所以台湾的头脑是靠大家 那今天非常谢谢叶博翔 他愿意来出马 从山上下来下山到人间 来做这个节目台湾英雄会 包括女英雄在里面 所以他的节目一定精彩 请大家点阅 然后觉得不错 尽量分享 让我们台湾人的意志展现出来 那今天非常谢谢 神伯 感谢你感谢 谢谢 谢谢